9月要接央行總裁 賴清德接隔魁有確定嗎 行政院長為前站預算交頭爛額 面對欄尾杯葛 不被尋改辦記者會說明 卻傳出9月前内閣大班封 目前呢 沒有內閣任何改組的考量 回答斬釘截鐵 但綠營內部傳出 蔡政府民調不佳 憂心牽連2018 換下林權 鎖定黨內高人氣 賴清德組閣 卓榮泰任副隔魁 時間點落在7月臨時會結束後 9月新會期開始前 一來讓新內閣適應 迎戰備詢 蔡政府2018縣市長齊中考 不至於漏氣死當 我們大家都支持林院長 繼續擔任隔魁 繼續推動政務 給硬派政府軟釘子 因為儘管黨內人士認為 賴祖閣是好局 但不成功 賴清德恐怕就得提前出局 不管是2020還是2024 通通拜拜 坦白說有一些傳聞 那你說現在換隔魁 或換部長 那可能在一黨會要求你 那再來備詢一次 再從頭再來過的話 是讓我覺得說跟常理比較不符 這樣反而是陰謀論 我想如果賴市長有機會阻隔 當然要全力以赴 那如果賴市長能夠加分的話 對整個蔡政府也是加分 要職工大位 中央歷練是賴清德必修學分 黨內力拱他出馬 完救蔡政府一蹶不振的聲望 但我有籌碼的賴清德 還不用急著出招 記者綜合報導